主席,政府當年推出一些豁免的措施,當年社會各界很多議員都一致認同,因為那個方向性,我自己都覺得是正確的,令到居住的環境可以改善。 但是整個問題的癥結,就是在豁免或者某一些措施被接受之後,在計算樓面出售面積的時候,被發展商搏散帽。 問題就是,原本是一些公眾受益的措施,最後基於政府行政措施上的過份寬鬆, 或者某一些高官,個人一些主觀的取向,而導致最後得益和最大得益的就是發展商,整個問題是失衡的。 你現在就某些措施而收回,我絕對認同,但是如果你收緊到一個地步,令到原本的構思, 希望是小業主或者小市民得益那些東西又沒了的話,又可能走得太極端。 那你怎樣採取一個平衡呢?真是要一個政治智慧,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把關那個是否有力,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是人為問題,因為你凡親你公共政策是由人去執行的, 你執行的時候某一些人就乍家衣鬆手的話,你的政策怎樣制定都是廢的, 這個是人為的問題,與權謀私也好,貪污舞弊也好,自己就後路, 想要退休之後有些大財團請他也好,你整個制度,公務員的制度, 就希望是高身養廉,希望這些官員能夠廉潔的, 但做做下就變了高身養奸,蓬佩為奸,所以最重要的其中一點就是, 你一定要透過那個有關的措施或者有關的程序, 透過公平和開放的形式來加強的監管, 很多時候那些東西黑商作業之下, 那些高官一用全權一批就回不了頭, 你到時候審計處審完之後,委員會開完之後, 那些利益已經輸送了,所以你怎樣都要想機制呢, 除了你想那個怎樣的指引怎樣都好, 你一定要用那個公開公平的機制, 來確保過去類似的情況的問題, 不會給那些有權勢的人士,用措權也好, 用一些借意也好,說就說到好像很好, 但實際上是一些利益輸送, 我想局長希望整個想法應該從那邊去想, 因為我都很希望這些所謂的措施, 環保露台或者其他方面, 有些豁免的措施, 最後的得益應該是在小業主, 最後的結論應該用這個來評估, 如果任何措施收緊, 是令到小業主的權益受損的話, 政府可能要重新再考慮了。 好,謝謝, 局長。 首先這些環保措施或者因爲其他理由去豁免計算, 留意面積, 得益的應該是小業主和住客, 因爲他住在這間屋裏面。 我想陳議員提到另一個問題, 在房屋事務委員會, 李議員經常追問, 就是賣樓書的問題, 究竟業主在買什麼樓, 他知不知道。 這個問題, 如果我理解沒錯, 大致上有一個改善措施, 現在我們要求賣樓書或者賣樓花指引, 要很清楚交代, 使用物業、銷售面積等工作。 所以我深信, 現在我們並不存在個別的官員鬆手, 我剛才提過有這一套, 認可人士在月備考, 如果他適合條件是這樣, 就是這樣養批的, 或者歐署長可以, 還有少許時間講講, 爲署長, 爲署長, 是全部有認可人士的作業備考, 是定定了, 當然是經過業界諮詢之後, 定定一些條件, 甚至乎有些就是定定上限, 是根據每個項目, 都要根據如果符合了這些條件, 先會給那個豁免的。 首先我想簡單講, 其實最簡單的做法, 你任何豁免面積那些, 就不應該計算在壽樓面積範圍之內, 應該都不可以包括在出售樓面積範圍之內, 其實最簡單的做法, 因為你豁免了, 不計算地價了, 你用某些準則定了之後, 就不可以給那些發展,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想很多事情, 最後就是透過壽樓面積那裡賺取暴利, 所以你應該就是任何豁免面積那些, 就不應該計算在壽樓面積範圍之內, 那就最簡單的了, 那就沒得駁猛了, 我一個想考你, 。 。 Rona, Rona,Rona Rona